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门又来了 一直觉得吧,张翰这个人还挺妙的 你说他不合群吧,不大像 好歹也是在各大真人秀里洒过辛劳汗水 你说他摆谱吧,也不至于 他最近参加的那个真人秀叫50公里桃花屋 苏蒙每人每天伙食费650不够的梗 就来自这里,这节目就15位嘉宾 其中有12位艺人 有俩算是能工巧匠艺术家吧 加苏芒凑在一起 过群居生活,顺道要把桃花屋打成一个世外桃源 当然,大家也可以理解成北京郊外版的亲爱的客栈 张翰的事儿出现在15个人刚刚集结完 宋丹丹组织大家自我介绍的环节 这个阵型里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艺人 宋丹丹作为大家长 希望大家说一下自己是干什么的 有什么成就,为什么来这儿 算是丰富一下个人信息 像比如淡出娱乐圈很久的周杰 就会说自己曾经当过演员 写过剧本 现在在做有机农业 那这个介绍里,张杰也没说具体啥成就 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自己这一路都干了些什么 对其他小伙伴来说,是有信息增量的 那就是一个有效的介绍 宋丹丹就介绍自己多大了,什么时候进的北京人意 这么些年干了些什么 你看,其实大家想要的就是你多说说话罢了 目的就是相互熟悉 而不是真的去探究你的成就怎么怎么样 到了张汉,场子忽然就冷了 我就说了自己是演员 没了 怎么说呢 这个话,听起来就像是在招员工的时候 老板在最终轮面试时候说的话 宋丹丹是试图想要补救一下的 但是张汉几乎跟宋丹丹杠上了 一点面子不给 以至于让整个气氛更尴尬了 哪怕是汪苏龙,周杰想要帮他打原场 张汉还是嘴很硬,不吐露任何信息 从视频看,张汉的语气就挺别扭的 但也可能是性格释然吧 全美觉得,一棍子拍死张汉 是情商欠费,就是太粗暴了 他这个案例还是可以扎磨扎磨的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他身上的神奇特征 张总的口条当时是很不稳定 我盘了盘,每次需要往大了说场面话 鼓舞士气的时候,张总是不大掉链子的 但每每遇到临时的反应 张总就很容易翻车 隔壁妻子的浪漫旅行 他跟吴轩仪都是去给刘涛打辅助的 张汉聊到对吴轩仪的第一印象是 男朋友特别多的样子 夸人漂亮,这么难 后来我可算发现了 张汉是那种,只要能给到他明确任务 他就能全力以赴的人 但首先,他要先明确 干这事是为了什么 像在客栈那会儿,要填简历 跟自我介绍也差不多 但区别是填表是有具体问题的 你给答案就行 张汉是所有员工里写的最好的 里面包含了自我批评优点跟缺点 这让老板觉得这个员工积极,值得培养 在他get到老板跟员工在沟通上有误解的时候 他就会一边为老板圆场 一边清理每个人接下来要干什么 排解大家的负面情绪 之所以这次自我介绍会尬 大概率就是他不清楚这场介绍的目的 加上是突如其来的需求,没准备 特别是面对宋丹丹,舒奇这样 演艺精力丰富的前辈 说作品是挺难为情的 思以为张汉对流行语的成功肯定是心怀感激的 毕竟开启了他的演员之路 但就作品来说,他应该不算满意 而比较虚的是出道12年 大众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慕容云海 加上前阵子郑爽出事 在题难免招来非议 场面难看,自然也是预料之中 别扭也只能硬撑着头皮扛 不管在座的同学思维是多么开化 不得不承认的是 我们血液里还是或多或少有着一些 要面子的基因的 这个跟男女都没关系 就是浩米尔 在过往的印象里 张汉大概会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 所以他会时常表现出 装、跟、别扭 首先他很在意自己是不是很帅 花哨那会儿 他跟杨阳就是自恋二人组 走到哪儿,镜子就能照到哪儿 反正杨阳是觉得 跟汉哥比起照镜子来 自愧不如,现场演绎 开始用对方的眼珠来观察帅气的自己 这是2015年的事儿 到了2019年 汉哥还是没能从自己的帅气里走出来 并且变得更加精致了 吴雷夸张汉柔和精致 这是有及时反馈的 不仅仅是自己要好好导致 也会帮助同伴 无论从程序或者是手法看 张汉都是极其细致的 其次,张汉会对自己有些奇怪的要求 他骨子里就很传统 他的言行会暗示自己有责任感 是可依靠的 举个例子 张汉就觉得自己必须事业有成 有足够的能力给到伴侣 以及孩子幸福生活才会结婚 他知道女生可能不在意 但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他就觉得自己不配 就是这么跟 他自己连续三年半不拍吻戏 哪怕是谈恋爱的剧也不拍 然后女朋友的吻戏自己也不看 这话头是从现在 秦海璐不拍吻戏接过来的 对于观众来说 秦海璐吧 那是有了比较多的经历 而且结婚了 他不拍吻戏 是符合现在的观众 对这个年龄段女演员的预期的 因为毕竟现在跟秦海璐演对手戏的 是陈伟婷这种 并且秦海璐本身是有能力用别的方式 来诠释亲密的 但张汉本来就是男主 演员最重要的不是演艺角色本身吗 你这个角色正当年在谈恋爱 不得亲两口啊 人家就不 这就是他给自身的限制 第三在这个群体里 张汉希望能够起范 他就很乐意做掌控全局的人 能出力更想出主意 张汉在客栈从头到尾 是奉出了一场初C 及中C的表现 刘涛夸他条理清晰 有创造力和协调工作的能力 所以从配合度来看 张汉问题不大 当晚张汉晚上说梦话 被陈祥听到了 具体内容是 张汉再给林心如安排活 梦里都是信息工作的领导 马天宇跟他同住一屋 就说你别当演员了 当老板得了 所以说啊 霸总的标签 也是一点一点积攒凝聚起来的 虽然他在2017年 就说要撕标签 无奈个人的审美跟言行 还是透露着霸总味 除去这些个人因素 让张汉总别别扭扭更大的因素 是腰杆子硬不起来 事实上 张汉从2009年出道也演了不少戏 其中也有《战狼2》这种大爆款 不过他在里面是小配角 拿这个当作品就会有点难以启齿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热度碾压流行雨的作品 这才是最尴尬的部分 最初观众喜欢他 可能是因为慕容云海但会迷茫 会不会是观众喜欢那样的自己 于是他就开始在霸总这条路上沉迷了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就很在意自己怎么演 拍出来是好看的 该不该这么演 经过一段时间的拍戏反馈 他能看透 但内心取向他就很难摆脱了 恰巧他就是真的喜欢霸总类型啊 往大了说点吧 成功认识 他最喜欢自己的角色 一个是等待绽放 另一个是传奇大亨 一看这海报就有那味儿了 另应外合 这就把自己的戏路全宅了 加上最近四年 张汉眼的电视剧 都没上卫视黄金党 还压制好几部剧没播 比如15年就杀青的锦衣夜行 女主持蒲敏英 遇上谢寒 16年杀青的 下梦狂诗曲 他眼霸总 17年杀青的烈损 也因为政策变动 无法定党 19年杀青的 风烟尽畜 应该说是想要顺着战狼 转个型 当初这戏 还准备掐着年份献礼呢 这样一压再压 压了三年的海洋之城 也是今年才播的 结果一点水花都没有 某半到现在都没开分 这么看来张汉也并没有一直在演巴总 只是火的恰好就是这类型的戏 后半段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运气是真不行 一开始张汉也是被眷顾过的 大二就接到了流星雨 不说这戏行不行吧 但好歹名声有了 赶上了内地偶像剧的好时候 算是吃了第一波红利 可现实是 能力没办法把你一直支愣在那个位置 后续没有强势作品跟进 当初的粉丝很容易被兴起的枪头挖角 出道就是难医 人的内心是会顺从局面的 演艺圈夺势力呀 自方看上流量哄着你 剧组同仁管你叫歌 碰到不负责任的导演 愣是让你一条过 怎么拍都是太棒了 天话听多了自然而然 人是会变轻浮的 这场面跟后来饭圈硬要偶像抢一番的心态 如出一辙 所以早些年高开第一走的偶像艺人的共同点是殖民度高 表演本身被忽略有不少的眼粉 但无法持续支撑人气 所以走出来摇杆子无法硬邦邦 可你们看那些后来真正成为演员的偶像前辈 几乎都是早早的在为自己找出路 最具代表的就是赵薇 还珠实在太红了 这戏到现在都是压周收拾率第一 赵薇因为这个角色拿到精英奖最佳女主 那会儿她才大二 赵薇一度想要从甩掉小燕子的包袱 不是因为还珠不好 是因为她不想被某个角色束缚住 98年99年接连拍完还珠一二 还顺着热度跟苏友盆拍老房游戏 让CP粉接着课堂 接着01年就上了情深深与萌萌 陆一平跟小燕子有着巨大反差 坚韧又痴情 之后赵薇转战大屏幕就很不顺了 被骂票房毒药 一直到05年演了《精华烟云》里的姚木兰 那会儿赵薇口碑扑街 也是靠着这个角色搬回来的 并且如果你仔细看过这三部戏 会发觉这三个角色 连说台词的语速跟气口都是有调整的 你光是听她说话 就知道三个人的性格不同 再后来亲爱的这些就更不必说了 该修炼的时候就去修炼 读个盐 交出了指青春 所以赵薇大可不理外界 说她发胖什么鬼 毕竟她享受就能瘦下来 对演员来说 没什么比交出好作品 有说服力的了 不过圈妹作为一个资深老网艺人来说 我突然明白了张翰 她可能一方面是自信 另一方面是极度自卑 怕自己不够好 不够帅 观众不够喜欢她 她不够有能力 所以她想演霸总 可是她希望变成这样 她可能是对自我要求特别高的人 加给她的人应该是会非常幸福的 其实最后的重点 还是应该放下心高气傲 自命不凡那股劲 去沉淀 去踏踏实实的演 也或者直接放弃演员 开开心心 轻轻松松 当个综艺咖 好了 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了 圈妹也算是重操就业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评论区见哦